由起来最有科学家精神的一次了啦 一个网红吹风机 来分 狠狠地给他打脸下去 打他给他 好像狗根进败仪式 1 2 3 我通出来了 不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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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一集是我channel里面 由起来最有科学家精神的一次了啦 真是一个很有精神的人 目的就是为了打脸 网上很多人都讲 很好用的一个网红吹风机 来分 搞回来了 这样的人讲最好用 我就不信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大的地方 准备了这样多道具 讲了很多实验方式 而且我们还要从昨天晚上 就准备到今天早上 这种叫做什么 萨迪三百 神级一千 会觉得很厉害吗 你看我们做了这个木工 中学上KF就没有这样勤劳 做一个好的吹风筒 讲究的就是这几个点 外形 恒温 风速 重量 手感 还有噪音 是不是没有想到吹个头发 有这样多学问 等一下 我们就会根据这几个点 狠狠地给他打脸下去 这个颜色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少女一下 我拿到的是紫色 它的纸就是这种比较粉粉调的 然后很温柔的那种紫色 它一共是有四个颜色 就是这个紫色 然后有白色 有粉色 还有蓝色 我觉得紫色是最漂亮的 它的材质 用的是肌肤干材质 不懂是什么 不用紧 反正就是它摸上去 很像baby skin样子 就是很滑 然后完全不会沾指纹的 很舒服的那一种 重量上面我觉得 完全不会头重深情那种 有点符合人体工学 准准准在这个位置 然后对准准就要吹 那它的机身上面其实很简单的 只有两个button 这个就是讲风速 一度风 两度风 两度是最大了的啦 然后这个就是瞧温度 红色代表热风 蓝色冷风 还有一个橙色 这个是低温风 你按着这个哦 长按 它会从蓝色 然后又变紫色 然后又变红色 这样子一直循环的 这个叫做冷热风交替 这样子你吹的头发 就是比较均匀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造型 它现在用了这个半中空的这个设计 第一是现在流行 每个人都喜欢这样子的shape 第二就是它不刺头发 普通我们吹不懂 是卷完头发进去 刺到你死死 头发最后剪掉 好啦 外星讲完了啦 它美是很美的 但是美不是一切吗 功能才是重点 这个好的吹风筒 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风速够大 还有快感 这样好像你们平时去酒店里面 用那种小小的咯 又很烫的 其实你吹了半天咯 它都不会干的 你不心痛那个头发 我不心痛那个吹风筒 所以要做一个最全面的测试 我们就要做一个对比啦 我们首先有 1号选手 来一份高速吹风筒 2号选手 家里面人手一台的那种 旧款传统吹风筒 还有3号选手 这个我偷我妈咪的 Dyson Supersonic高速吹风筒 2千块钱 测试以风力测试 在5秒内开启最大风力 催灭最多蜡烛者 剩 哦 这里的蜡烛吗 这边很爪子哦 看在这边 200多 为了做实验 我们是付出所有的 我们刚好就洗个头 对头发不是好吗 我是 OK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完毕 240只垃圾全部在这边了 Defo 它这么高 它这么高 好像有个进拜仪式 垂直 中午秋节 我又走完爸爸 你也骂我 OK这个实验呢 其实我们等一下 就是要测试看它到底从同一个角度 然后开最大的风吹过去 看一下多少个蜡烛会吸 就证明它的风可以到极远 我们现在第一个的选手就是传统吹风筒 吹5秒是不是 1 2 3 4 5 诶 明明吹到了 怎么又回来了 吹爪子 OK 现在我们升级到来分高速吹风筒 1 2 3 1 2 3 4 5 跟刚才有很大的差别 你看 到最后了 最后已经被吹掉完了 我觉得如果我再点多几支的话 它应该也是会被吹掉 很多支 我已经数不到有多少支了 OK 轮到三套了 Dyson Supersonic 我预计它成绩应该是最好的 因为它是最贵的 试试看 1 2 3 1 2 3 4 5 我以为后面带没有了的 怎么又回来了 你这是两千块的东西呢 虽然它的风也是很集中啊 但是后面没有吹到 实验结束 从刚刚我们这个非常不专业的实验来讲的话 论风力 来分竟然是最好的 我是没有想到 因为我一直觉得 Dyson之出名风速很快 我以为它是最好的 给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正常普通传统的吹风筒 它的风速在于16000到21000RPM 这样子 这个Dyson它的风速在于差不多100000RPM 这样来分官网是这样105000RPM 基本上风速越快 头发就越快感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认真的 真正的 用我这把头发去洗 然后去吹给你看 来看这边是来分吹的 三分钟的情况下 OK 先来看看 传统吹风筒 还没有干 还一块干一块不干这样子 你看这边还没有干 然后你看这条 还黏住一起的 还没有干 这边是sup的 然后发尾 测试二 熔冰测试 在最小锋利且最高温度的档位下 最快取得冷藏的钥匙者破剩 哇 好像摆当要卖杂施的样子 一个晚上的雪藏战绩 这个鸟鱼神来的咧 有没有有一点 Escape Room的感觉咧 要破迷 然后拿里面的锁石才可以出去 现在我们的测试方式 就是三台吹风筒咧 我都会给它开到最小风 但是是最热的那个温度 但是因为这一台传统吹风筒 它没有得调温度 没有得调什么的 所以咧 我们就开小风 因为它小风已经有热了 到底谁会伸出的 好感觉的 那个水真的很多 等下我要发地霸死了 要淹水了 要淹水了 我这样子看哦 我感觉二号选手好像很有机会 因为我看到锁石的头了 而且那个风还吹到那个冰在转 它增高在那边转 2分钟43秒了 我们刚才刚开始的时候还很担心 我们这个实验会失败 因为一个晚上那个冰块还没有结冰完 但是我现在觉得实验很沉够 4分钟了 4分钟了 可是这个头也是出来的 这个很深 这个还埋得很深 哪里 哪里 你看这边也是有一点点 这个是来深的 然后这个传统吹风筒的 它还埋在很深很深里面 但是我其实你看 我把手放在这里啦 不知道 我不太feel得到那个热量 其实我从冰块就已经看出了 它真的是很高速在旋转中 证明它的风速也够大 然后我这样子摸其实蛮热的 来分呢 有稍微晃动 但是我这样子摸那个风 没有Dyson那么热 但是也是热的 这个 No hope 了 你觉得我不要开大风一点 可以啦 让它让啊 激烈摇晃中 它们要打到对方了 哦 通出来了 不摇不摇我才一半就了 对摇不摇不摇 通出来了 7分钟35秒 7分钟35秒 这个摇到这样够力哦 好像谁摇抱 但是没有 可能是因为它摇 对对对 它后面开始剧烈了 前面蛮稳定的 然后后面就这样子 爆 你看 你看这个 摇到这样够力 这个这样子 根本是看不起人 然后10分钟了 各位 有没有人理过它的感受 有头一点点出来了 要伸了 看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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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跟你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传统吹风筒 那么难吹融那个冰块 原因就是 传统吹风筒 它的热度是由那个电热丝发出的 风速跟热度是成正比的 它们是一起的 所以它不能单单只是调节器就一个 所以当我们要开最大风的时候 它就会过热 过热的话 头发脚蛋白就会受损 受损的话 你就不是吹头发 那个叫做烤头发 所以这个时候 恒温功能就很重要了 恒温是什么意思 就是吹风筒里面 有一个控制温度的元件 它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热风 不会让高温伤害到你的头发 比如说来一份吹风筒的话 它是可以做到温控1秒50次 所以温度不会突然间变高 然后也更加保护你的头发 测试山 照应测试 在吹发的情况下进行问答缓节 答对提数越多者 山 OK啊 这边大概有三四步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啊 总之是很远就对了 我的吹风筒就会一直放在这个位置 好像吹头发的angle 然后我可以看着你吗 我的角度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你知道我角度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我尽量用一样的音量 137 1加11 656 656 6乘以为 447 100 454 1 1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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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是谁 分呢 分 分 这个是来分来分 354 354 357 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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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560 560 673 6乘7 673 673 673 395 395 396 396 9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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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一次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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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11 11 六成三 六成三 总结就是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答对 我都听不到 我都不懂我对不对 你又不要跟我讲 但是我个人实际听的时候 我可以大概分析一下就是 Dyson跟LIFEN 它们的声音蛮像的 它触风的时候是温柔的去的 当然这个传统的吹风筒 就是以前旧款那种 它出来的声音是 但是它们两个声音就是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们都是高速吹风筒 然后LIFEN它们家是有六重降噪的设计的 它会把噪音降到最低 所以你听起来就是没有降刺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重量越轻 我们吹的时候就会越轻松 长度越长我就可以插头在厨房 然后我人在睡房那边吹 大概就这样了 反正就已经摆出来了 你看 很明确了 首先你看那个Wire的长度 你看这个Dyson多么的嚣张 我都还没有拉直它 它已经这样长了 没有悬念Dyson赢了 OK 接下来就是重量方面 它应该是最轻的 因为它尺寸是最小的 二二二 而且这个可以拗 这个可以带去旅行很好用 来啊 一样的角度 401g 401g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实际上手的时候 我是觉得它酸轻的 这个叻 我只是拿上手叻 我就已经feel到它是比较重量的 蛮明显的 分量 对 有分量的那一种 OK 我们上看看 450 跟来分整整相差了 50g 整整你拿上手 是feel得到那个分别的啦 蛮明显的 它有一点要补充 就是说你看它的叻头 虽然来分叻它是中国品牌 但是它的叻头 是马来西亚的三头来的 所以很方便你就不用另外找转接头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一共做了 一二六个实验 意外发现 来分表现竟然还不错了 是跟Dyson是有the fight的 但是这个传统吹风筒就 我们就不要讲了 但是咧 一个是2000块钱 一个只要499块 在功能差距不大 但是价钱差距很大的情况下面 身为一个聪明的小子女 我一定会选便宜的那个啦 省下来的钱我快可能 我还可以去旅行 但是有一所一 我觉得来分吹风筒 它达到我对一个高速吹风筒 严厉要求就是 轻 不会吵 大风 不伤头发 最近要不伤钱包 但是另外我还是想讲一下 其实今天你选哪一个吹风筒 都没有绝对答案的 如果你对吹风筒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然后你只是要一个 可以吹得干就好的吹风筒 这样就是它咯 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一个 追求生活质量的 哇我想要最黑科技的 最有女王感觉的那种 就肯定是天花板Dyson 如果 诶 又有budget问题 然后我又想要追求一点 生活品质上面的感受的话 这样我肯定是会选哪一分啦 而且它价钱只要 499块就买到了 好今天的实验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不懂下不下事 还会被栽培 因为 OK 被complaint了你看 它mobtymob的很辛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